2015年區議會選舉舉行了兩個半小時 交給證營談談最新的投票數字 謝謝 我們跟進最新的選情 我們先看看更新的最新投票率 截至早9點半 黃色是今屆投票數字 藍色是上一屆投票數字 今屆截至早9點半 投票率已有3.85% 比起上一屆的3.59%多 我們再看看總投票人數 全港312萬選民當中 總投票人數已有12萬313人 總投票率3.85% 看看分區投票率 截至早9點半 最多人投票 投票率最高是觀塘區 4.66% 投票率最低的是西貢區 只有3.02% 我們再跟進一下分區票站的情況 我們的記者黃耀陽和陳健敏 分別在深水埗麗角選區 和屯門樂趣選區的票站內 先和黃耀陽談談 早上來投票的人多不多呢 現在身處於深水埗麗角選區的票站門口 這個選區被視為今屆區議會選舉的一個焦點選區 票站至今已經開了差不多兩個半小時 早上來到這裡投票的選民 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紀的長者 我們就和部分投票出來的選民談過 就問一下他們究竟選候選人的時候 有些甚麼心水和選擇的要素 他們就說 好像以往一樣都會考慮 候選人在地區的服務和政績 和所以往在地區的經驗 今年的選舉還有很多選民 另外會考慮 候選人在佔中的時候的立場 亦都會阻礙到 阻礙到他們的投票意向 我們看看現場情況 現在看到有不少的選民 陸續入到票站繼續投票 麗角選區為何會被視為焦點選區 原因就是今屆一共有三個候選人 包括競逐第三度連任的文協馮檢基 他的建制派對手就有來自工聯會 年僅25歲的陳詠欣 令整個選情更加出現 變數的就有第三名候選人王仲奇 他曾經在90年代做過這一區 麗角區的區議員 他之後也加入過和馮檢基同一個黨 就是文協 和馮檢基是前黨員的身份 和馮檢基的票員都相當接近 究竟互相搶票的效應 會不會令到選區的選情出現變數 我們會一直在這裏跟進 先將時間交給新聞部 謝謝黃耀陽 再和屯門樂趣的陳健敏談談 這一區有6個候選人 候選人拉票的情況是否激烈呢 鄭瑩 在樂趣區拉票的情況都可以說是相當熱鬧 6人欠一個位是最多候選人的選區 其中第四次經族連任的何俊仁 一早已經大打告急牌 他就說面對著有鄉事背景的何君堯 其實感到有很大的壓力 至於他同時也面對著熱血公民的鄭松泰 外界的分析都覺得 這個候選人有機會分駁了泛民的票源 同時今早也有出來拉票的 還有住在選區的遠慧中 以及報稱獨立的張詠偉 至於上屆 只是以三百多票輸給何俊仁的 就是審錦 其實他今早就見到他沒有出現到來這裡拉票 可以說是太慢版的 我們也可以說一下 其實現在投票的情況 其實這個票站主要會來投票的市民 有住在美樂花園、海翠花園和啟風園的人 而這個選區也包括住在龍谷灘的市民 全部的住戶大概有一萬四千人左右 登記的選民有七千個 我們看看這個票站 在今早截至到九點半 大約有三百人來投票 我們在現場的觀察 主要都是以一些長者或中年市民為主 暫時年輕的選民比較少見到 我們也會繼續跟進樂趣選舉的情況 先將時間交給你